中国歼20战机服役的消息官媒刚刚公布 美国战略之夜网一则消息令不少媒体广为关注 据该网站介绍 近日中国官媒发文提及 前不久美国空军进行了一种战机空中所谓分布式制空系统族概念的实验 这听起来相当绕口 但取得实验结果却令外界大吃一惊 因为在此模式下进行的空战效果 美军声称当今五代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此次试验的细节是这样的 美国空军进行验证此项目时派出了一架现役的大型隐身飞机 与此同时还有四架中型隐身战机升空 空中这两者之间协同作战交互指挥 与他们对阵的是有大型预警机空中进行支持作战的八架F22战机机群 这样强悍的阵容却在演习试验中 取得居然是0比8这一令人大跌眼镜的战机 该文进行的分析表明 美军所谓的大型隐身战机 因为早已宣称具备网络战能力的F35战机 因为也只有如此才会有可能取得如此战机 因为网络化的F35战机 其所装备的是美军目前研发的最新型的相控阵雷达 在侦测发现F22后 具备为隐身无人战机提供目标的信息空中预警平台 充分发挥隐身无人战机进行静默状态下的网络信息传输 以智能化自主化实施超隐身攻击能力 所以这也就成为了该文中提到的 未来六代战机所具备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那就是高度智能化 目前公开提及未来六代战机研发计划的 只有美国波音 其所公开的未来六代机概念中 就提及了高度智能化的能力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人工智能不会像人类想象的那样提前到来 但高度仿真高度模仿学习的机器已经出现了 中国官媒在此提及美军进行的这场试验 外媒推测表示中国已经开始了即歼20 歼31这两款五代机之后 又开始了其后继机型六代机的研发工作 若消息属实 则是中国歼20战机还未满服役情况下 又已研发的新型号 那么这将又是一款超级武器 而这也是中国给出身为美国五代机的F-22 这一团灭演习的终极答案 目前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有目共睹 所以美军进行的分布式无人作战概念 这里面也就包含了一个风群作战的概念 未来六代机肯定会具备遥控指挥 多架无人机协同编组作战这一基础能力 毕竟未来各类传感器的发展会更加的先进 而这一能力是否可以用更多协同作战的无人机来解决呢 据外媒曝光 中国在这一季述取得的成果 可是令美军也要甘拜下风的 国人听到这样的答案是否震撼呢